消防署在今年5月23日晚上11時50分接報 一名年約30歲的男子 在當日早上大約9時獨自離開家 前往八仙嶺郊野公園行散 其後與家人失去聯絡 警方、民安隊、政府飛行服務隊 聯同消防署經過連日來的搜索 終於在今天下午大約4時 在黃嶺拗對落大約120米的草叢 發現該名失蹤男子 該名失蹤男子是由消防署的無人機 確定位置其後由搜救隊救出 該名失蹤男子在被發現的時候 已經是昏迷失去知覺 其後由救援隊伍聯同直升機 調往直升機瓶 其後由消防署的救護人員證實死亡 消防署一共出動了67輛消防及救護車的架次 總共派出238名消防及救護人員 去處理這宗攀山拯救事件 當中包括攀山拯救專隊 高空拯救專隊 搜索犬和無人機 我們當中遇到的困難 包括在連日來天氣十分不穩定 當中包括有耗熱警告和雷暴警告 而且該名失蹤男子的位置是十分偏僻 他是距離行山徑的位置 大約120米對落的山坡 而且是由草叢借蓋部分的傷者的位置 而且他失蹤的位置 在八仙嶺郊野公園 是範圍十分之廣闊 也都增加了我們的搜救難度 還有傷者 失蹤人士在他留下的線索是比較少的 我們在掌握失蹤者的位置 各方面是遇到一些困難 這個時候我交給警方 再進一步的分析 各位大家好 我是大埔分區的指揮官 劉雪芳警司 今天跟大家講講一種山嶺搜救的工作 在剛剛過去的星期日晚 我們接到失蹤者的媽媽的報案 他就說失蹤者在星期日的早上 獨自上去八仙嶺那裏行山 到晚上都還沒回家 所以就報警 當晚其實警方聯同消防 就已經通宵上山去到搜索 但當晚就沒有發現 在之後的連續四天裏面 警方、消防、政府飛行服務隊 和民安隊 都是聯合在八仙嶺這一帶 不斷地進行搜救 在警方方面 我們就出動了 新界北的快速應變部隊 機動部隊、衝鋒隊 和邊界警區和大埔警區的同事 每天都出動超過一百人 去做聯合的搜救工作 在今天的下午 下午大約是四點鐘左右 就是發現了這個失蹤者 最後其後就是證實死亡 很不幸 我想講講 就是警察在今次的搜救行動裏面 其實我們都有出動到這個無人機 其實當我們警務人員 在地面那裏搜索的時候 如果有無人機在高空那裏 做一個協助的工作 其實可以大大增加了搜救的效率 第二方面就是在過去幾天 其實我們是不斷地分析 死者手提電話的電話訊號 通過分析那些手提電話的訊號 我們可以大大增加了搜集的範圍 大家可以知道 現在這個位八仙嶺的起點 去到黃嶺那裏 相距差不多有四至五公里那麽寬 那麼搜集電話訊號可以幫我們 就是搜集搜集的範圍 亦都是配合到聯合搜集的一個工作 最後我想在這裏作出一個呼籲 近日天氣十分之好熱 大家就是 呼喚活動的時候 一定要真的要注意安全 我用大埔分區為例 在二月到現在大約四個月的期間 我們一共有167人 就是因爲在這裏附近行山 是報警要求協助的 政府飛行服務隊出動的次數都超過四十幾次 就是要將他們救來這個郊外的一個延長 我想說的是 我們在酷熱天氣警告底下 我們如果要去戶外做一些劇烈的運動 就是要極度小心 如果真的要在做戶外活動的時候 都要帶備足夠的水 第二就是 我們不鼓勵大家 單獨去行山 最後這次是一件不幸事件 警方向死者家屬 致意深切的慰問 多謝大家 現場傳媒有沒有發問 有線新聞的 柳Sir 我想問一下 今次的搜索 你是說出動了無人機 是否算是首次警方搜索 那個行山失蹤人士第一次會這樣做 第二件就是 我想問一下 熊Sir 想問一下 黃嶺那裡 失蹤人士說 在黃嶺對落山坡一百多米 那其實他是 離開了他那個行山的路徑 那個位置 還是他自己是 估計他是因為 什麼原因跌了到山谷 是不是跌了到山谷 應該像是 你這樣說 那個幅度 波度是多大 是不是有些樹林遮住了他 因為連日四天搜索的時候 其實如果可能是搜索隊走的時候 基本上可能是未必發現到他的 可能是今次有個無人機 才發現到他 還有我想問一下 那個波度 就是他滑下去的波度 是不是很斜 麻煩你 Sir 首先我想強調 就是在今次的聯合搜救行動裡面 警方和消防 雙方都是有使用這個無人機的 那無人機是可以大大這樣幫助我們 在一個這麼大範圍的搜索裡面 可以給我們覆蓋到更大的範圍 而今次也不是警方 就是首次使用這個無人機的 其實就是我們警方的邊界警區 以及譬如說 舉例是水警 都是有使用這個無人機的情況 至於搜救方面 我覺得非常好 Sir 回應你的問題 那個失蹤者的位置 就是距離黃嶺 對落的一個山坡 大約距離行山徑的位置 大約120米 那個位置 是一般行山人士 都不會落到那個地方的了 至於他為什麼會落到那個地方呢 這個要我們進一步去調查 才會確定他當時是什麼情況 為什麼會在那個位置 那個行山徑 就是一條普通的行山徑 好 有沒有第二條問題 兩位你很明目 其實想了解一下首先 警方方面 這位失蹤人士失蹤的過程裡面 你們有沒有從 即他的家人的口供 或者他的手機裡面找到 即今次他是純粹上來行山 還是有目的的呢 有沒有一些隨身物品不見了 隨身物品裡面 有沒有一些遺書之類的東西 還有其實當消防找到他們的時候 其實他當時已經是明顯死亡 即其實他是身上的傷勢 是直接造成他死亡 還是有一段時間之後 他猜測是他才死亡呢 即是有沒有一些腐化的情況出現 謝謝 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那個死者 他行山背後的動機 我們初步調查 就相信死者 就是 真是全心上去行山 並沒有其他的那些揣測 或者有其他的一些動機 第二就是 關於 你剛才說的那個 Sorry 第二條問題 是那個 即是找到他死亡的事 即是他死亡的事 即是他死亡一段時間 還是 其實他身份的傷勢 是他一段時間之後才死亡 即是差不多計算過 那個死亡的事 好 山上面的搜救 那個工作 那我交回給王Sir 解答給大家 那名失蹤人士 是由消防署 在今天下午大約4點鐘 透過無人機 確定了位置之後 由我們搜救隊去發現的 至於他當時的傷勢 當失蹤人士被我們發現的時候 已經是昏迷不醒的了 其後由救援人員 和直升機 就送往直升機坪 由我們消防署的救援人員 在剛才大約下午6點45分 就證實死亡的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 如果沒有問題 再上兩位先 好 我們就知道 好 再上兩位先 好 二位先 好 再上兩位先 好 再上一次 然後再上一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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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上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